这把的战术啊 咱们来恶心一下对面的打野 也就是韩信哥 我没有先去打我们家存在对面的红蓝buff啊 的原因呢 是因为不知道对面韩信哥到底是什么开 二选一 风险太大 所以我选择前期最稳妥的打法 哦呦 一只大老鼠 嗯 这只老鼠 你打我红buff 打我们家法师 我都忍了 你为什么还要打我 打算过年再杀着三只猪 好 这只老鼠死了 那就去打我们家存在对面的蓝buff 请求集合 然后重点来了 我们家还有一个红buff 没有回归我的怀抱 所以下路先不去了啊 这个韩信中途死了一次啊 我刚好到四级 那么意味着这小子应该还没有到四级的 这样的话啊 这个时间点韩信应该恰好在打红buff 但是现在我不是很好判断 他到底有没有成绩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个人手上如果有筹码 他肯定不会走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韩信看了 我直接就走了呢 因为他的成绩已经放完了 现在接着来分析韩信的性格 他现在没事干了 中路兵线又来 他等一下可能会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韩信他是知道我没有惩戒的 那么你们猜 以韩信这种猥琐小人的性格 他知道我没惩戒的 他等一下会不会来偷我的蓝buff呢 你猜他会不会想着 等我打蓝buff 打到一半再收走 你在想什么 你告诉我 像你这种小人行进 猥琐至极 下牛 我就是专门对付你这种小人的 这的话 逗我了 这蓝buff能不能拿 所以说走了的话 不拿了 算了 先给你 接着我这蓝buff又要刷新来的地方 一下那小子 那小子可能还在 哇塞 你还真的在呀 你是真的过分呀 还被他给跑了 这蓝buff不能打 专家建议 千万别打 我去打小猪了 今天这些不要急 先发育一下一下 现在还不知道 还是你的具体位置 千万不要贸然歧视 啊 我注意到了 韩信在中座 而且他脚下没有红buff 那么韩信 等一下应该直接去上半野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 下路应该会比较的安全 对面射手要过来的话 应该可以来这里嘟一下 来了 嗯 接着这样的话 下路彻底解放 那么 可以接着去找韩信哥了 小东西红区刷完了 他应该要来下路了 哎 这男那个谁呀 是韩信吗 不是韩信就跟我没关系了 我去找韩信 不对 这小子应该能杀 嗯嗯 我要来打你了 开大开大 好了 我真的来打你了 现在不管这个米月找韩信啊 原来在上路呀 好小子 我来找你了 不对 谢不及 这打几 我感觉也能打 不管他现在是不是个满状态 反正我一套 他肯定得没 在那里站着想什么啊 你够 哎呦 哎哎哎哎 完了 被他闪现给跑掉了 哎 没关系 我们法师不伤害 很好 哎 韩信来了 韩信我来找你了 你怎么直接就跑了呀 记得找这个韩信 我看到了 他在打我们家荒谷南 现在他们家射手来支援他 我猜那个韩信可能想K头 那么他可能就在这附近 嗯 他直接就走了 你这么怂的吗 你玩个韩信怎么这么怂 那这样的话 你们家射手跟辅助怕是 走不掉的 打完发现这小子在中多啊 看一下能不能抓 很悉 现在我没打 哎哎哎哎 二片一个大招很好 他想跑啊 想跑我就猪猿 你越跑我就越猪猿 我这里有个打几 但是我不想抓他 我要抓这个韩信 嘿嘿 哎哎可算 我逮到你了 还有这个打几 你这把最好不要惹我 不要比我性情大变 不打韩信打你啊 来我又找到韩信了 哎 我现在告诉你们 韩信怎么想的 他一到红区啊 他发现小猪没有 红buff没有 那么他可能要去看一下 那只小牛有没有 所以来这里等他 哎哎 你想走啊 你今天你要是能走啊 我再挂个一技能 哎 别跑 别哎 这马可波罗 你不要逼我性情大变啊 不过没关系 怎么直接就一波了 这孙上先生 我明白他想干什么 他想把这个马可波罗给宰了 不止你想 我也想 哎 说了你不要逼我 这种马可波罗